- 奇怪的事情通常我们都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有些故事真的听了会觉得比众乐投还容易,世界上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三个听起来超扯,但是却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超扯事件。 第三,研究使用 2013年一位叫Jim Stauffer的男子,74岁的母亲因为阿兹海默正离开人世。 他的组织医生告诉Jim他的母亲疾病记忆转变,他们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并询问他能不能把他的母亲脑部捐出来让他们可以研究。 当时男子也同意,因为注册上的一些问题,脑神经医生却不能拿母亲的遗体。 那时候Jim认为他妈妈脑部可以帮助更多病人。 所以如果不能将遗体捐给脑神经外科,他应该可以捐给生物资源中心。 这个中心主要是拿人体多出部位来做科学研究,剩下没用的就会火化寄回去给家属。 而Jim就是在这里填写了一些资料,并注明母亲的大脑应该要拿来当阿兹海默正的研究。 资料都写好之后,10天过后他收到一个木盒快递,里面装了母亲的骨灰。 里面没有什么纸条描述中心拿了哪些部位或是做了什么事情,但Jim没有想太多。 一年过后,那间中心因为被指控拿家属捐赠的遗体卖给其他人而被FBI调查搜索。 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心的确把20个遗体捐赠拿去卖给美军做实验。 Jim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个,中心将他卖了5893美元。 FBI告知男子,他的母亲并没有被拿去做阿兹海默正的研究,而是被拿来绑在椅子上。 座位下还放有炸弹,那时候美军想要知道如果车子被简易爆炸装置炸到,人体的身体会受到影响了多少。 而他收到那个木盒内,其实只有母亲熟的骨灰,其他部位已经无法拿回。 警方还在中心里面的墙上发现有个男子的身体,头上却被一个女人的头缝合一起,就像是一个奖杯胜利品一样的白事。 Jim跟其他19个家庭对这个中心提出告述,最后在2019年家属得到5800万美金的赔偿。 第二,萨满祭司。 1997年4月27号,一位带着自己触目走过一片甘正田的农夫,被一个东西绊倒。 爬起来后他往下看,发现一滩奇怪松散的土,很像里面有东西一样。 他本来想自己挖出来,但因为那不是他的地,所以他回去跟村长说,并叫他去看下面买了什么。 村长跟另外一些男子走回那里,他们先用树枝往下搓。 因为土壤松散,树枝立即穿过去,就在他拔出来之后突然一股恶臭味跑出来。 害怕自己挖到不该挖的东西,于是这些人回去村内找了当局警方来看。 但警方请他们自己找出结果后再过去找他们。 于是他们只好带着铁橱回去那里。 一群男子开始挖,没多久他们就挖到一个感觉很软的东西。 继续将土挖开后,他们竟然发现有个女子的头看着他们。 看起来像是先埋到脖子以下处,然后再用土盖住头。 后来警方发现就是一名21岁女子叫Dee Wee。 调查后大家都说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三天前。 就在找到女子的三个小时后,一名15岁的三轮车司机跟警方说, 三天前晚上有载到这名女子,司机问她要去哪的时候,她只说跟着她的指令走。 但是就在离目的地月靠近之后,司机觉得真的很奇怪, 于是又转过去问她到底要去哪里。 女子后来才松口说要去找萨满祭司。 那时候司机当下只觉得一个女子晚上自己去找祭司有点奇怪, 而且还一直不愿意说要去哪里。 没想太多的她,就把她放下车。 三天过后才发现女子过世了。 警方得知线索后找到了45岁的Siragi司。 一开始她本来说没有看到Dee Wee, 但警方到她家却发现女子的物品。 祭司才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而且Dee Wee并不是第一个。 她用同一种方式带走了好几十个女子的性命, 并将她们都埋在甘蔗田, 脸部朝向祭司的房子。 警察在甘蔗田的确发现许多被埋起来的女子, 总共找到了42具。 在法院判决的时候, 祭司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她表示在11年前她梦到过世的父亲托梦给她, 跟她说,如果想要长生不老, 她必须喝下70个女子的口水。 这位祭司起来后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梦, 而是认真地认为这是她的使命。 所以她想到最快的方法就是带走女子的生命, 然后再收集她们的口水。 为了找这些女子,她开始传播自己有超能力, 能够让女子拥有美丽与财富。 许多人也相信了,然后开始散播谣言。 一堆女子听到了就去找她。 祭司于是会指示她们晚上再回来, 并不能告诉任何人。 到了之后,先付300元美金, 然后祭司会说要带她们到甘蔗田做仪式。 她先请女性们自己开始挖洞, 再请她们跳进去,将土盖到她们的脖子, 然后再结束她们的生命。 之后就可以取出口水。 这位祭司在2008年被出世, 她的太太则判无期徒刑。 第一,橘色的三角形。 2013年一名46岁男子Paul Baxter, 开始感觉身体出问题。 然后咳嗽症状开始出现, 严重到她无法说话。 看了医生之后被医生诊断为肺炎, 然后开始治疗, 但是好几个月治疗的症状却都没有缓解。 医生于是将她转到呼吸治疗诊所。 诊所先帮她拍了一张肺部X-ray。 照片看到她右下侧肺部有一个很可疑的黑点。 医生有点担心, 加上Paul又是一个长期吸烟者。 所以他们决定先用碳式纤维镜去看看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Paul在手术过程中也是完全清醒的。 医生慢慢将视镜放进去阴影处, 马上看到一个凸起处。 将画面放大起来看的时候, 他们看到有个橘色的东西插出来。 医生告诉Paul他会用视镜内的小夹子把东西夹出来。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医生告诉他要再安排下一个手术。 他们会使用另外一个更长更精密的视镜来取出那个橘色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两天后他又回到这个手术室。 医生换了视镜后成功的夹到这个橘色的东西。 当他慢慢夹出来的时候, 所有在里面的医生包括Paul本人很认真看着那个橘色三角形的东西。 但是没有人在场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 最后视镜拉出来后, 大家看到了那个橘色三角形本尊。 都傻眼了。 因为那是一个小朋友在玩的迷你交通锥玩具。 当Paul看到后他突然想到, 他告诉医生他在7岁的时候, 他以为他吞了那个交通锥玩具。 但其实他不是吞下去,而是吸进了肺部内。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40年都没有症状, 直到近期那个咳嗽的症状才出现。 当时他讲完这个故事, 现场安静了几秒之后, 大家开始狂笑。 因为他们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医生让Paul留下那个交通锥, 之后他也没有再继续咳嗽了。 今天的故事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扯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拜拜!